格里菲斯接受光兽勋 英制团佣兵团们全都勾心坏了 克斯卡猜想英制团屡剑齐弓得到了光的肯定 迟早会加入正规军 查斯亚腾不要轻举妄动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就要紧小慎微免得拖累格里菲斯 但在兽勋的时候 格斯并没有来 而是莫不关心的独自在外练剑 兽勋之后 英人团很快就行动了 这次的目的是攻下令人的布局战 格里菲斯做好了战略部署 大家按照计划攻入 但在途中 格斯发现敌人的炸药库射下了炸弹陷阱 于是他再度上的行动 但正因为他通报机时 大家没有落入敌人的圈套 这次高光再次给到了格斯身上 卡斯加承认格斯一直在的判断是对的 并与自己之前的偏见向他道歉 这一切格里菲斯都看在眼里 两个人关系让他欣慰 当然更开心的是 格斯是真心实意在为他着想 敌方亚当团长炸毁自在基地 想将机就机趁机灭了英制团 在他爆炸身后 他没有确认就放心离开了 却不想继谋被格斯识破 把艾派让出了补给战 布什高将军被气得不心 但高龙总督很淡定 他自有安排 这边国王将国王举办不到的 攻城行动交给了格里菲斯 格里菲斯立马率军攻城 格斯带队中锋包围了城堡 但没有抓到敌方大将 而且敌方有强兵作阵 格斯很难突破 有人猜想 那个强兵就是流传于佣兵间 传说中的战士布斯伍德 他在战场上杀了成百上金的人 没到成文说他死了 他就会出现在某个战场 而且关于他的勇猛传说 已经流传一百年了 甚至有人把他当神供奉 格斯守在城堡门口 已经进去五十个兄弟了 但他们都有去无回 他想进去查看虚实 但手下拦着他 毕竟居然送人头 不能让领导去送 这时有遍地鳞山的幸存者 从城堡里逃了出来 说完不死五十的时候 就一鸣呜呼呼了 格斯忍不了了 他不过劝阻独的走进城堡 城堡里横七鼠八躺着尸体 遍地都是人头 格斯找到了怪物一般的佐德 他在噼里巴拉砍了一番后 却意外得到他的赏识 已经五十年 没有能接触他见的人类了 他很看好格斯 格斯压力山大 决定拼死一击 他发现手里的剑非比寻常 质量好的出奇 所以他用剑斩断了佐德的剑 并顺势将剑插去的左胸 佐德兴奋极了显出了原型 他杀戮三百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 有这样本事的人类 格斯压制打架紧张有恐惧 却听佐德说要给他决斗 他吓坏了 这玩意真是世上存在的吗 格斯实力有限 急下落了下风 正当佐德抓住格斯要干掉时 格里菲斯带着军队攻击来了 这种攻击对布斯佐德没用 佐德直接秒了其他士兵 随后去找格里菲斯和格斯的麻烦 但那两人一嘴又切断他的手臂 佐德骂不咧咧修复着手臂 打算先干掉格里菲斯 然而看到霸王卵后 他却后退两步哈哈大笑 然后打开城堡天窗走了 但临行前他留给格斯一个预言 若你对这个男人而言 算得上真正重要的话 就要有所觉悟了 当这个男人野心破灭之时 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你是逃不掉的 格斯不知道他在说去什么 懵懂之时 卡斯加带人冲了进来 格斯想去看格里菲斯的伤势 但卡斯加不允许他触碰格里菲斯 他把责任都推到格斯身上 对此格斯也认了 大神们在背后议论 城堡里有魔物 是英之团为了掩饰 沙王惨重的撒得谎 可即使格里菲斯受了伤 他也是完成了任务 光痕击中他 还有生他被贵族 贵族大臣要嘲讽 路过的格斯泄愤 却反面他踩了一拐杖 随后格斯来到格里菲斯 当前的住处 王公贵族们都来探望格里菲斯 拉关系 所以英之团的大伙 整都外面等候 但格斯不讲规矩 甩开两名护卫 打算直接进去 然而卡斯加就抓住他横走一顿 他实在不理解 他们处处维护格里菲斯 从不恼事 总是乖乖听他指挥 可为什么 他偏偏对不听安排的格斯 亲眼有加 格斯起身冷漠地离开 第二天 他情分炼金的时候 格里菲斯主动找到聊天 他很纠结 为什么格里菲斯愿意率军救他 三年前 他说过不能失去优秀的部下 但他却为了一个手下 不顾性命危险冲进城堡 这样太不理智了 对此格里菲斯的回答是 我为了你拼命需要理由吗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国王带着弟弟优里斯伯爵来了 国王对英之团赞血连连 优里斯白着脸 分明是不待见格里菲斯 国王认为 和被积极束缚 贵族出身的将军相比 这种不被行事束缚的民间力量 才是支撑国家的基础 这么说 他真的很欣赏格里菲斯和英之团 这时 国王的独女夏洛特来了 夏洛特一路小跑想追上国王 却不小心没绊倒 不过格里菲斯一手抱救了他 避免了尴尬 和长得帅又功名显赫的青年才俊 结束 夏洛特公主唇心懵懂 而早一看格里菲斯不顺眼的优里斯 借地发挥趁机甩了他一巴掌 格斯将打架 但格里菲斯却保持优雅绅士的形象 不让他动手 晚上 格斯想着白天格里菲斯说的话 他下定了决心 格里菲斯刚扛复 就安排去攻打蓝金把手的战略要地 两边隔着一条湍急的河流 只有蓝金的骑士把手的大桥可以通行 两网塔上有重兵把手 从桥而经过会被剑射死 方圆12公里只有这一座桥 水流狠机 最好的蚂蚁无法通过 附近都是荒帝没法做木法 就算有木法也无法运送足够的士兵 有这样得天独后的条件 所以亚当团长觉得万无一失 但格里菲斯非攻不可 格里菲斯安排人手横穿大河 塞河的两边绑上绳索 方便运送马匹克物资 而他带队正面阳攻声动极其 草包亚当团长 本向全军出击干掉他们 但转眼一想 敌军可能是虚张声势 所以随他们去吧 他要守在亮望塔按兵不动 殊不知 此刻中锋队员全员成功堵合 格斯带队攻下亮望塔 前后城门均被剖开 格里菲斯走到信号后 带着大部队进攻城门 成功停进囚杂的领土 偷偷夺起来的亚当团长表示 自己是囚杂最英明的将军之一 不能在这往死 所以太太几名心腹偷游出城 气场让他的亚当被波士科警告 这是最后一次失利了 亚当决定发奋突强 下次要用家族流传五百年的 绝密战术对抗帝军 因此团队这次诱里的大功 因此格里菲斯顺利成长 被王国正式加放美 米特兰德王国的伯爵 尤里斯伯爵眼红得不行 后宫的女人也成了格里菲斯的迷美 处处贬低朝中武官 另外他还一听说 就一句狩猎的护卫工作 也交给了格里菲斯 以前这个是他所带领的 白龙骑士团的专属工作 尤里斯不服 想到白龙骑士团被鹰之团压下去 更是气急败坏 卢弹大臣趁机陷机 让他用毒箭之道意外 干掉格里菲斯 尤里斯觉得这样可以 神不知鬼不觉的暗杀对手 便欣然应允 狩猎日这天 格里菲斯主动和下落对公主搭话 两个人感情升温 突然有猎物下到了公主的马 格里菲斯一路追随 终于制止了暴族的马 下落的公主 轻不自禁抱了格里菲斯 格里菲斯的温柔 让公主方心暗许 然而他转身的时候 一只毒箭着他射了过来 箭上带着剧毒 只要擦伤一点就会毙命 不过毒箭直射中了 他挂在兄弟的霸王之轮 格斯察觉这不是奇迹 也并非一般的运气 一定和这个邪恶的装饰品有重大关系 他带人去周边找找凶手 但格里菲斯一眼锁定了优里斯 这件事 以丘达派刺客暗杀公主结束 白白给了格里菲斯一个保护公主的功劳 让优里斯愈发的烦草 他怀疑格里菲斯知道是自己从中做梗 但他转念一想 当时在场那么多人 应该不可能怀疑到自己的头上吧 当晚格里菲斯找了格斯 请他帮忙杀掉优里斯伯爵 毒箭上的剧毒是一般人得不到的 最近够了这东西的 只有优里斯手下的弓箭手 优里斯先动手了 格里菲斯当然也不会忍着 格斯潜入优里斯家中 此时优里斯正在叫儿子 阿多尼斯练剑 最近生了闷气的他 本就焦躁不安 在家人儿子不成绩 所以很焦虑 用剑都不行 以后怎么就成白龙骑士团营局公主 优里斯气呼呼地回到房间 却被潜入房间的格斯秒杀 格斯刚想走 却被开门的阿多尼斯看见 格斯条件反射捅了他一见 等格斯回复上来 阿多尼斯已经没救了 看着痛苦的阿多尼斯 格斯愧疚不已 但接着赶来更多 看到他脸的人 迫不得已 他只好杀着追上来的士兵 从下水道口逃了出去 在下水道中 格斯短暂失去历史 他又梦见了加比诺会怪物 行列后 他不顾伤势 赶紧去找格里菲斯 却看到格里菲斯 正在对夏洛特公主献殷勤